12月29日,纳布勒斯动物园在结束一天营业后,一名清洁服务人员在靠近一只在围栏内的老虎时受到严重伤害。 初步信息显示,该清洁工要么是在抚摸老虎,要么是在给老虎喂食,而这两种行为都是未经授权的危险行为。 初步报告显示,在该男子越过围栏屏障将手臂穿过围栏后,老虎抓住了该男子的手臂并将其拉入围栏。 警方接到报警后,于6点26分,赶往动物园。警员脚踢围栏试图让咬住男子手臂的老虎松口,但无果。警员不得不向老虎开枪。 这只4岁的雄性马来亚虎在被枪击后退到了围栏的后面,这名20多岁的男子受到了重伤,被送往当地医院。 目前这只老虎状况上不清楚,兽医已经给老虎注射了镇静剂,将在安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检查。